住台湾那么多年了 刚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很孤单 没有家人 遇到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时候 让我很感动 感觉到我真的不是一个人留在套 21年前因为工作才来台湾的离婚了 我就是单亲家庭 不知道要什么去求助 像我要自己照顾小孩 经济是很重要 在台湾生活 我们看到只是他们努力过之后的样子 可是事实上来台湾之前 他们吃了很多的苦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拉文他其实在102年 他就在台湾独立照顾着自己的孩子 那他其实同时还要支付在泰国的妈妈 那边还有一个孩子的一些生活开销 拉文在经济上面有很沉重的负担 住在台湾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我也是自己带小孩 便比较没有照顾到小孩这样子 小孩子跟妈妈的感情 或是教育都会有漏差 感谢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照顾我们 让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住在台湾 有一个家 有一个家人 让我们觉得有温馨 我认识他的时候 非常的积极努力在学校教书 我们后来也邀请他 成为我们的临时工作人员 进到我们新住民中心 很特别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在台湾我也可以当老师 小朋友都很认真 他们对泰国语言或是文化 他们就很好奇 像我们结婚来到台湾的时候 很多家庭也不喜欢让我们在家里煮菜 看到我们的动作就会觉得我们不尊重 透过我当讲师的时候去分享 让台湾当地更了解 那我们的互动 我们的感情都变越来越好这样子 从零开始慢慢会讲话 慢慢会看字 透过很多的培训 感觉自己越来越融入台湾 现在我是一个老师 一个通义 让别人更重视我 做一个好样让小孩子这样的学习 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大概两年前就是有疫情 那时候我影响很大 我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收入 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有全联的领券 有这样的活动 有这样全联的补助 我要提供给你 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又很感恩 就说 哇 怎么知道 我现在真的很辛苦很需要 那我们在5到7月 每个月提供他5000元的全联礼券 来协助他度过这阵子的难关 那其实我们也是协助社福单位 因为把我们的这个资源 当做一个很好的诱因 那让他们除了拿到全联礼券 协助家里经济以外 还能够上相关的财务资能课程 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脱贫的管道 我们这次的全联弱势妇女 经济重建专案 有别于以往的 其他的专案是以捐助物资 而是我们期待透过用礼券的方式 依照每个服务家庭的状况 提供每个月3到5000块的全联礼券 那为期3到8个月中长期的协助 期待这些家庭可以配合社福单位 参加相关的财务课程 进到全联案 他要参与我们的休闲活动 记账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有财务课程 还有亲子整理课程 这四大项是我们 从去年就开始一直在进行的 目前我们协助的大概有8位 这8位进到我们全联的专案这个里面 并不是急难救助的服务对象 而是有关于赔利 他们希望能够改善生活 透过一些学习财务资能 去提升整个家庭的能量 跟教育子女 或者亲子沟通这一块的提升 每一间全联就如同像是一间物资银行一样 那其实我们不直接提供现金的方式 希望他们不会太轻易的去挪作他用 那我们透过跟新竹新住民中心的合作 其实我们也发现 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需要工作的 他如果来上课 他就不能去工作 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透过可能每个月3000块5000块的自助 让他们能够在一个月拨一点时间来上课 来增进自己的财务资能 透过这个活动学习记账码 比较正确的数字 让我知道每个月我的出资跟收入 有多少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 那我们其实希望透过这样子正向的案例 可以让更多弱势妇女可以看到她自己的力量 那透过社福单位专业的陪伴协助 那加上全联的资源 其实她是很有机会可以走出贫穷 单纯只是给吉南救助 或者单纯只是给一些补助 其实对他们帮助是有限的 我们救急也救穷 一定是她自己的能力要提升 她才可以翻转她的生命 要对拉文的祝福是希望她先看到自己 她很棒 不要让自己再限于说 她做得不够 她是我们的模范 我真的希望是 她可以努力去完成她的梦想 我有在进修社工系 我未来想当一个社工 我也希望 我可以把这样的经历传承给别人 让他们看到他们是可以的 我们邀请更多社福单位 成为我们的好伙伴 携手协助因为财务问题 陷入困境的妇女们 欢迎有相同理念的妇女单位 每一年12月 来到全联庆祥基金会的物资银行 来提出申请哦 改变从全联开始 改变从全联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